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唐人环球直击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中共政府拖欠工程款 民众讨薪艰难 中国疫情不断 肺癌死亡人数激增 中共520军演 专家分析意图压迫台湾 首位华裔好莱坞女星揭开黄柳霜面纱 中国经济萧条 房地产业急速降温 多地政府财政紧张 拖欠工程款 有人讨薪四年 仍然没有结果 最近几年 中国房地产业 受到经济影响冲击巨大 多地民众告诉新唐人 现在基本没有私人工程 都是政府工程 但存在工程款被拖欠的问题 因为现在政府也没钱了 江苏工程承包商张先生告诉新唐人 他以前是搞建筑的 近几年没办法做了 改卖猪肉 但是生意也不好 现在人都没钱了 由于政府拖欠工程款 许多人的工资也被拖欠 广西农民工李先生告诉新唐人 他现在的老板有三个工地 都被政府拖欠工程款 今年他和妻子只发了一个月工资 四川建筑工人郑先生告诉新唐人 现在几乎都是政府的工程 政府也会拖欠工程款 导致工人拿不到工资 因为政府也没有钱 现在政府的购钱也是 从我们了解的情况 也是很艰难 我的朋友啊 很多都收不到钱 就是过春节的时候没有收到钱 我们做工程的一般都是 两三个月才发一回钱 到时候呢 他就说没钱 或者比例吹 吹到一两个月后 吹到越吹越持久 郑先生表示中国的经济看不到未来 他现在的工程项目做完后 不知道何去何从 现在既没有施工任务 工人和管理人员的工资也都在降低 新唐记者唐颖雄斌高玉采访报道 近来中国多地民众反映 疫情不断持续有人去世 而且因肺癌去世的人明显增加 近日有肿瘤科医生发帖说 近几年在门诊病房中 遇到的肺结结肺癌的患者 越来越多了 还有医生披露 很多人体检发现肺结结 有的是高危结结 手术治疗后多数是肺腺癌 还有医生提到 多个体检机构研究表明 40岁以上肺癌的发病率 接近2% 多地民众反映 身边亲友因肺癌去世的人明显增加 北京市民王先生表示 他住在空气好的山区 仍有不少人因肺癌去世 其中有的妇女不抽烟 也不喝酒 据中共官方2月公布的数据 2022年 中国约有482.47万新发癌症病例 和257.42万新发癌症死亡病例 其中肺癌发病数超过106万 死亡人数超过73万 远超其他癌症 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 在理性遗文中开示 人心不好了就会造业得病遭灾 现代中国人被中共邪党洗脑后的 无神论思想 使人不相信神 不相信历史的教训 李大师还明示 人应该向神真心的忏悔 自己哪里不好 希望给机会改过 这才是办法 这才是灵丹妙药 新潭记者雄斌伯尼采访报道 中共公安部政治保卫局特工埃里克 在出逃澳大利亚后 向澳大利亚媒体揭露了大量 中共如何在海外 追捕异议人士的运作内幕 知名漫画家变态辣椒王立明 也是埃里克众多的任务之一 王立明在接受本台专访时 披露了他被诱捕的细节 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近日播出的 四角方圆节目中 前中共特工埃里克披露了 他曾经参与策划 将当时流亡日本的漫画家 变态辣椒王立明绑架回国 但没有成功 大概是2016年的年底 他主动了在推特上私信我 然后是我喜欢的漫画 那么他以一个 亲近民运的这么一个身份 来接近我 然后我好像有看他的推特 感觉到他确实是这样的人 类似像有点反感共产党 这么一个人 当时的埃里克自称小杨 是太子房地产集团的规划主管 不久后他便推荐王立明 去柬埔寨面试太子集团的 全球创意总监 但其实这是一个陷阱 一旦他去了 他就会被绑架回中国 他就跟我说 他们接下来这个房地产项目 有一个企划案 他还利用到一些人性的弱点 故意说这个项目 因为钱蛮多的 如果你愿意做的话 我可以优先来发给你做 这个我后来才知道 就是他领导每一步 都在跟他商量 要他这么做 王立明说 为了让这项计划更加真实 埃里克还提出要回扣 为了让整件事情 看起来更像真的 就是埃里克每次跟我联络之前 都会跟他的上级 反复详细的讨论 一定要避免露出马甲 他们的目的就是说 在不引起我的怀疑的情况下 一步步引诱我入口 正当王立明动心犹豫之际 他的妻子及时阻止了他 理由是柬埔寨向来 与中共关系密切 他不相信柬埔寨这个国家 一记不成又生一记 埃里克经过与他的上级 不断的讨论与修改诱补方案后 向王立明提出了另一个计划 他们有一个台湾的后备计划 就是说如果我决定去台湾 他们台湾的太子集团的分公司 他们有联络 他们有把握在台湾把我绑架去公海 然后再交给中国政府的这个秘密警察 他们是有这个计划的 所以我后来得知这样的计划之后 我非常震惊 所幸这个方案当时也遭到了 王立明太太的强烈反对 王立明在流亡海外前 是中国社交媒体上 十分活跃的政治题材漫画家 以变态辣椒为名 用漫画讽刺当局 表达对中共治下的社会的不满 2014年遭到中共的全网封杀 王立明说 原本只想使用幽默的力量 讽刺现实 希望当局能弃恶从善 但是经过一次次的被喝茶 被封杀 甚至险些被诱捕绑架 让他感到了无尽的绝望 对中共体制也不再抱有幻想 任何对中共有幻想的人 建议他们多去了解一下 中共的党史就好了 就不用看别的 就说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 他就对他的同志 是非常残酷无情的 如果他认为你是叛变的 或者是认为你是一个修正主义者 打压起来是非常残酷无情的 会无所不用其极 会想尽办法要把你消灭的 那么他对同志是这么残酷无情 更不要说不是党员的人 他历来是这样的 新唐人记者陈岳 特别记者陶明采访报道 接下来请看一组新闻简讯 日海领袖计划5月26号举行会谈 多位中国粉丝量上百万的炫富网红被封号 分析指出中共掩盖贫富分化要阻挡民变 美国对中国电动车和电池关税 从8月1号开始宣效 英国国防部长表示 中共直接向俄罗斯提供致命军援 用于入侵乌克兰 在中华民国总统就职后 中共连续宣布报复性制裁 包括针对美国企业和挺台湾的美国前议员 周三 白宫对此表示明确反对 来看白宫记者报道 周三 美国白宫直接了当地反对了 中共针对美国企业和前议员的所谓制裁 在台湾总统赖清德 宣誓就职之后 中共连续几天做出报复性制裁 周三 中共声称要冻结多家 美国军工企业的在华资金 而彭博社指出 这些企业并不向中国出售商品 中共此举没有实质作用 周二 中共还宣布制裁 美国前国会中共问题委员会主席 加拉格尔说要冻结他在中国境内的财产 并禁止他去中国 加拉格尔回应说 这表明中共永远是偏执狂 与言论自由背道而驰 他还调侃以前中共批评他 只去台湾不去中国 但现在他被所谓禁止入境 只能再去台湾 加强台海的和平稳定 同在周三 英国的国防大臣表示 有情报证实 中共在向俄罗斯提供 或准备提供致命性武器 白宫则表示 白宫说美国会进一步和英国沟通 以了解英国国防大臣所指的具体情报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陶铭 美国白宫报道 周二涉嫌协助香港情报机关 及参与外国干预的共谍 周日被发现死在一个公园里 目前死因不明 当天英国七位跨党派议员 呼吁英国当局审查香港经贸办 英国泰伍市河谷警察局在周二表示 上周日37岁的被告 前英国海军陆战队成员 马修特里克特 被发现死在伯克郡 梅登黑德的一个公园里 警方正在展开调查 以确定死因 特里克特的律师对其死亡表示震惊 同一项声明还说 特里克特的家人正在哀悼 失去一位挚爱的儿子 兄弟和家人 今年5月13号 特里克特和香港驻伦敦经贸办经理 袁松彪以及机场边防人员魏志良 被指控协助香港当局收集情报 犯下协助外国情报机关 和外国干预两项罪行 三名被告获得保释 原定5月24号再次接受庭审 案件曝光中共海外黑手 外界呼吁各国政府 关闭香港驻海外经贸办 这几年我们都发现 绿绿绿绿 5月22号英国七位跨党派议员在社媒X上发表联合声明 呼吁英国政府审查香港经贸办 并重申支持香港人行使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承诺 声明说 如果驻伦敦经贸办的雇员 在其合法的经贸职权范围以外 充当跨国镇压的帮凶 则应考虑关闭驻伦敦经贸办 香港监察建议 各国应该像关闭孔子学院一样 逐步关闭这些香港经贸办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柯婷婷 赵凤华采访报道 中共520军演 专家分析 意图压迫台湾 欢迎回来 台湾新政府520刚刚上任 共军东部战区扬言要在台湾本岛周边5个区块军演 同时也针对台湾离岛周边发动演习 军事专家分析共军意图 共军东部战区发布军演示意图 在台湾周边划设5个区域 声称组织陆海空 火箭军等兵种军演 包括金马 东营等离岛周边 也划设演习范围 中华民国国防部谴责中共不理性的调衅 破坏区域和平稳定 前空军副司令分析共军意图 张延廷认为 相较佩洛西访台的围台军演 这次共军将动员更多兵力 不排除派出大量无人机 并展示火箭弹等打击武力 而共军距离台湾最近的演习区块 更是直逼台湾后山花莲 张延廷认为本次演习时间短 比例规模大 未来不排除有系列军演 并意图成为常态 再游延转战 快速夺倒 避免重演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困境 台湾对此必须要有所准备 新唐电视黄浪姐王冠林刘姿营 台湾台报导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一百秒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周三公布的会议记录显示 与会官员集体支持 更长时间维持高利率 部分官员甚至倾向支持 在必要时升息 南韩央行23号连续11次维持利率不变 并上调全年经济成长预测 四月份欧洲电动车销量成长百分之十四 不过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 持续陷入苦战 销量叙缩 创下十五个月以来的新低水准 中国企业苏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因为未能偿还三点九五亿欧元 约一百四十亿台币的债务 被迫出售意大利国际米兰足球俱乐部 而这是欧洲最著名的足球俱乐部之一 新台记事整理报道 首位华裔好莱坞女星 揭开黄柳霜面纱 华人在美国闯荡的故事数不胜数 但真正能载入史册的人却寥寥无几 黄柳霜则是其中的一位 下面让记者带您去洛杉矶的华美博物馆 了解好莱坞首位华裔明星的传奇故事 黄柳霜这个名字或许并不是那么耳熟能详 但它却是美国好莱坞影史上的首位华裔明星 她凭借着资深的毅力在一百多年前的美国影视圈闯出了一片天地 从电影剧照短片再到个人物品 洛杉矶的华美博物馆将于5月24日到明年1月26日推出最新展览 揭开黄柳霜的面纱 经过好几个阶段 默片时代 电影 电视 广播方面都有成就的一个女明星 1905年在洛杉矶出身的第三代美籍华人黄柳霜 从小就对电影满怀憧憬 并从14岁开始在好莱坞演戏 刚开始的时候呢 这个好莱坞对她并不是很重视 所以她也觉得很气馁 她的演技很好 可是没有办法当主角 所以她就到欧洲去了 然后在欧洲的英国啦 德国啦 就德国得到很多人的赞美 所以一时轰动了 欧洲 欧洲以后她就回到了洛杉矶 回到美国后 她出演了《上海快车》等多部影片 并在后续30年的演艺生涯中 持续推动亚裔在好莱坞的发展 为后被奠定基础 我们看到很多亚洲和亚洲的故事 剪刀人家带拍视频和电视剧电视剧电视剧接下来 而现在我们现在有场面识分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展覽 所以事情开始改变 他们开始问 什么是在欧洲的历史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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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力量 同時我們也在讓主流的社會了解 我們華人在多元美國文化中間的貢獻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張博元 劉傑 洛杉磯采訪報導 新唐人今年舉辦三個國際大賽 弘揚傳統文化 新唐人電視台今年將會舉辦三個國際大賽 分別為鋼琴、聲樂和武術大賽 以弘揚傳統文化 為藝術家提供世界舞台 目前三項大賽正在火熱報名中 新唐人電視台本年度將舉辦三項國際大賽 分別為2024年新唐人全世界中華傳統武術大賽 第九屆全世界華人美聲唱法聲樂大賽 以及2024年新唐人第七屆國際鋼琴大賽 率先登場的武術大賽將在德國、台灣和紐約三個場地舉行 時間分別為六月和八月 副賽和決賽將在九月一號和二號於新澤西舉行 新唐人全世界中華傳統武術大賽的承辦目的為 承襲傳統弘揚武德 新派的武術用的軟金屬刀和劍是不符合比賽的規則的 但是少年組除外 少年組的年齡是從八歲到十八歲 然後成年組是從十九歲到六十歲 全世界華人美聲唱法聲樂大賽將於九月 在紐約曼哈頓考夫曼音樂中心默肯演奏廳舉行 以弘揚純真、純善純美的正統聲樂為宗旨 聲樂大賽主要是針對華人 但是你如果是有四分之一的華人血統也可以參賽 然後年齡是從十八歲到五十歲 我們非常榮幸地請到了神韻藝術團的歌唱家們 來作為我們的評委 新唐人第七屆國際鋼琴大賽將於十月在紐約曼哈頓考夫曼音樂中心舉行 大賽宗旨是為了弘揚純真、純善純美的正統藝術 重現巴洛克、古典、直至浪漫主義時期 鋼琴音樂的華彩樂章 鋼琴大賽我們非常榮幸地就被允許 用享譽全球的神韻藝術團的藝術總監 DF先生所創作的歌曲改編的曲目 進入副賽的選手是有機會演奏這個曲目的 三個大賽的決賽都將通過大紀元媒體集團的全球網路直播 也將於賽後在新唐人電視台上全球播出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夏文岳上進紐約採訪報導 在節目的最後我們來關注一下 在大紀元網站上公開聲明退出中共黨團隊的人數情況 截止到北京時間2024年5月23日公開聲明三推的總人數 已經達到4億3071萬4464人 前一天的聲明人數為45981人 以上是今天的環球直擊 感謝您的收看 再會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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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